大家都認為做直播非常輕鬆 一個人坐在這邊 跟大家這樣子玩遊戲 我就可以一個月賺那麼多錢 當你真正做直播組之後你會發現 幹你娘勒 我怎麼賺不到錢 我會 關播之後不管是 我在做什麼看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都會想說拿來直播裡面講 你知道這是一個反射動作嗎 然後有時候躺在窗上 一想一想彎了想到天亮 一點都不輕鬆 做這直播真的一點都不輕鬆 你會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 你自己在跟自己講話 你心目中好像你在想一個場景 好像你要很多幻想力 我現在就坐在直播台前面 明明你現在躺在你家衣服脫光 我啦我就說衣服脫光 因為我在我房間都裸奔 大家不要幻想裸奔是很正常的 男人嘛什麼都不穿是很正常 然後 我在這個 躺在床上 四個小時五個小時過去了 但是我在幻想 我在坐在直播台 我在幻想我在演講 這都是要思考我在幻想我在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說 當 你在做直播組之後 你就要對自己負責任 你對自己負責任 你就是要思考 你思考之後你就會有這麼快速的反應 反應不是天生 不是偏生的 像館長以前 看到女生 看到人多 我還會臉紅 25公分是要通到哪裡 25公分 要通到屁股圍裡面去喔 你要把屁股圍撞到破 屁股 屁股 所以說我現在教屬秀實況主 在做台的時候 當然 你做一個很短暫的成績 利用自己的 利用自己的美色 當然是 這是一開始 之後你就是真的要跟觀眾 我說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比如說女孩子可能就是有你的套路 然後就是慢慢慢慢的 然後每個台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我倒是沒看過做直播啦 像我跟觀眾聊得這麼密切 我真的沒看過 尤其是電玩直播界真的沒有 大部分就是開台 大家好 誰進來歡迎你 誰倒來謝謝你 也沒有 從來沒有人 像我罵觀眾群 抖三小 你娘三小 你再抖我跟Fanny 因為我覺得 人就要有個性 你不是隨波逐流 你是一個有個性的台 你是一個 是一個主導這個直播台的主人 要讓人家了解 你是主人啦 你才有角色 不是你配合觀眾群 觀眾那麼多 你就失去了自我 你就會讓其他觀眾看你再應付一個人 然後別人會不會不爽 會嘛 女實況主 我打個比方 男生一開始小碼都是這樣 進去都想要當你男朋友嘛 我現在開始揣測這些 王八蛋的心境 所以說我現在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思緒方面要整理清楚 然後在你的敘述上面要整理清楚 然後這些小懶教他看你的台 每個人都想要進來當你的小男朋友 你不能 鎖定一個人嘛 鎖定一個人他們就失望傷心難過想哭 對不對 所以我說公平性啦 好不好 然後當然如果遇到一個好男人就嫁了吧 不是說沒有 但是基本上好男人又願意抖內那麼多的就不是好男人的嘛 當然我今天沒有侮辱一些大咖的意思啦 好不好 只是說往往一些男生在花錢 他會瘋狂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啦 如果我今天一年收了你一百萬 你一年 照相抖了兩百萬 我又沒給你什麼 當然我看到你 我媽的 把你當成老闆 但是我不是嘛 我今天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是拿東西 以物換物的 至於換不換得到 這是一個game 在 所以館長會說 想要做手錶嘛 想要做很多 限量的東西來抽獎 都是為了要 讓這個台 有趣 而不是單純就是說 今天來你抖內我 喔我謝謝你 抖內我謝謝你 好不然出來吃飯 然後勒 你跟我吃飯 一個小時六十萬 你也答應了 好我就出去吃飯 接下來不用為你做什麼 賣假 賣假 就來今天人家找我吃飯 一個飯局六十萬 我的飯局肯定更貴啦 超過六十萬 我們算一百萬 因為我一個小時工商就六十萬 好一百萬我陪你吃頓飯 你只想要我陪你吃飯嗎 我我真的不信 有沒有這種人 我相信有 就是 我很有錢 但是我只想要認識你 有沒有 有 我不敢說沒有 我只想要認識你 我真的沒有別的意思 有沒有 有 機率很低 喔比如講說女生要請我吃飯 要花一百萬 女孩子 幹嘛 幹嘛 那就不用想了 好真的是去吃飯 真的是想要認識我 有沒有 有 應該是有啦 但是不想要幹嘛嗎 很難啦 很難啦 我只能說我今天來講這些東西還是跟大家講反應 聊天 跟觀眾互動 請聽他們的聲音 了解他們的模式 然後跟觀眾群 一個非常好的互動 讓大家期待著你上線 很多人 從我開台 一直到下線 都不會走 這種人非常多 如果你今天有 這樣的魅力 基本上你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就是你到底能 這條路能走多長 現在成功的實況主 已經很多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些人 就那幾個 女生反而很少 女生大台主真的是很少 為什麼 要嘛你就是 對電玩很有經濟的解癖 你可以去看 要嘛整天就是 做效果 像我們統神 要嘛就是 你有一個職業選手的光環 你打得非常好 你又才會換遊戲 你打什麼遊戲都好 大家喜歡看攻略 大家會看 要嘛就是像館長 無所不能 無所不了 然後目前為止 我做了 當然啦 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我自己誇我自己一下 不過分 我現在是全台灣最大的實況主 什麼叫最大 代言金額最高 效率最好 CPU跑得最多 一個印鑽部隊 5萬人為了我進去玩 我是非常有商機的 總共500萬的工商 台灣史上 直播主 第一個工商 金額最高的 250萬 荒野行動 180萬 你們看小健 他們在接那個 都才幾萬塊 他只能拿到幾萬塊 我是180萬 我是最 高等級的 工商 目前 我就是傳說對決配個音 30萬 因為傳說對決嘛 好我第二次之後 人家現在別的公司 覺得我就是跳60萬 因為那時候幫他配了30萬 我覺得不合 那個造型賣了1萬多個 以上 我覺得看我真的是 賀猴啊 賀猴啦 因為大家都喜歡我嘛 都去買我那個配音嘛 一個角色好像1000多塊 900多塊台幣 然後他賣了一兩萬個 而且他是台港澳 他是台港澳 都是用我那個語音 台港澳 台灣澳門 是香港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是虧啊 真的是虧了啦 所以說 兩邊都有買 很多人都有買 賣了好幾 賣了上萬個以上 所以說 後來就換這些 陸續的這些後面的工商進來 我價碼都是很高 像印蘭部隊 請大家支持 最高的 我一直不斷的提他的名字 就是一直不斷的幫 為什麼人家喜歡找我工商 非常簡單 因為 我是老闆 再來 我做工商都是很有 職業道德 而且 廠商也看得到效果 只要今天我願意 我說大家可不可以 我工商這個遊戲 可不可以都去下載的進來陪我玩 譬如講之前那個工商那個叫什麼 那個武俠遊戲叫什麼 江湖大夢 你看我一進去 整堆人跟著我跑 印蘭部隊 所有的印蘭部隊 一半以上的軍團 全部都是用館長的名字 跟館長相關有關的 什麼彪漢三公分啊 什麼惡名招章三重幫啊 什麼Galini阿彪軍團啊 全部你進去看印蘭部隊 一半以上的軍團 都是館長的名字在做的 誰有這個know how 當然今天不是說我臭屁 的確我們跟觀眾的這個 我們看火影忍者常講的這個羈絆子啊 今天人家喜歡你 玩遊戲嘛 反正遊戲大家都總得玩的嘛 阿館工商我們就會支持他一下 平常時候 我現在又跟你們這些實況主 女實況主 尤其是女神 看看我 我不是臭屁 你看 我什麼都不做 我不賺快錢 我安心做 之後人家廣告商找我們 群眾也相信我們 阿館又沒有要我們錢 阿館只是叫我們去玩個遊戲 可以嘛 支持他一下嘛 宰個東西 有些人認為很麻煩 他沒有要我們錢呢 支持他一下 沒問題 所以我的knowhow大 那 你們有辦法嗎 也沒辦法啊 我印在哪裡 因為你們就把觀眾分門別類了 廣告商 就說你就沒人流阿 你分門別類那是你家的事阿 你有沒有CPU 喔不是CPU那個什麼 那個數據叫什麼 後台的那叫什麼 PCU那個流量 你有沒有流量多少觀眾群看你 你的黏著度高不高 你沒有 因為你的黏著度永遠都跟乾爹高 那當你下的遊戲好嘛 10個乾爹10個乾爹開上去嘛 然後勒 我他媽的 有史以來荒野行動 沒有人像我一樣 100個還擠不進來 官方都看到了 館長你開制定一下就滿房 那是那一定的阿 一定都一下都滿了 那不用講啦 大家都進來陪我玩 那是一定的阿 所以說 不要用 身份 去限制他說 他有沒有在我們身上花錢 他沒有在我們身上花錢 他就是垃圾砸碎 不是的 人很多方式會幫你 沒有錢的人有沒有錢的幫忙方式 有錢的人有錢的幫忙方式 我也不要你們的錢 我要你們支持我就好了 這個就是精髓 把每一個人視為你的朋友 你會讓你的朋友去花錢嗎 當然除非你做直銷的話 你當然會利用 朋友是用來幹嘛的 互相幫助 朋友是用來幹嘛的 同樂 那我們做直播主幹嘛 好我也想賺錢嘛 好吧 先花個20萬買手機 好吧 先他媽的 割一半 英安部隊 那個250萬拿出來 買摩托車阿 我收到口袋裡面 不是熱呼呼的嗎 我幹嘛拿出來 在那邊 大家投獎 然後他媽的 我抽個獎 金剛拿六成 他要講嗎 不只六成阿 我昨天細算 金剛拿 七成半 我打三成 我拿 他們拿75%啦 我只拿35%啦 這樣還不夠 我買這手機 我都 幹什麼你們Q QQ的 館長有啊 你有鑽石阿 幹你不要掌問 他的計算方式 要聽錢 軟膠 我拿的是1比20 1比20什麼意思 100萬的賺 我只能拿到5萬塊 不到 因為我是除以20 那為什麼是20呢 很簡單 手續費加上他們的分層 這樣你還要講館長 賺很大嗎 我不想講 我不想講 我就講到這裡 但是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嘛 這邊沒有辦法賺錢 金剛老闆來 我也要跟他談 那 我 還拿我自己的錢出來嘛 我還在做這件事情 那 大家抖我 大家抽獎 也是理所當然的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至少我沒有平白無故的說 欸 火箭喔 欸我活動 好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我也希望大家 親愛的觀眾群們 喔 我這邊還有一顆 我每天都在把玩他的一顆 印漢部隊海軍陸戰隊的打火機 然後我想要把他抽掉 因為放在我這邊沒有用 因為我現在沒有在用LIP 那 為了表示 這個東西是我本人 使用過的 我會在盒子裡面 我會在盒子裡面 簽名 還有在LIP上面做一個記號 然後我們把他抽掉 不用錢 不用錢 我完全全新的沒有使用過 很難簽 簽的不知道要簽什麼 但這就是一個紀念 你可以把他擦掉 然後使用他 最後一個遺物就是送在這裡 我在上面會提一個 今天是2018年 9月10號 簽到盒子的外表上面送給各位 截比了一個紀念價值 哦 今天晚上的Ending就在這裡 皮蓋咧 跟妳的脊髮咧 每天有各位陪伴 真的是不錯 希望大家可以陪我長長久久 好不好 一直到妳 找到老婆那一天 妳就不用陪我了 但是我想 如果以找到老婆這個來說 不陪我的話 我想二十年後 我的觀眾群 依然 只會增 不會減 因為你們要追老婆 真的是很難 喔 真的是很難 好的